大家都知道 其实啊 宾士在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上面的技术 是领先业界的 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所谓的23P嘛 而这一次呢 C63也列为标准配备这个23P嘛 那小叶是不是可以帮大家比较一下 包括了宾士的这个23P 还有呢 我们现场也有一款这个M3 Competition 那它也没有配备像这样子的 所谓的半自动的辅助驾驶系统呢 好 关于你没有发现 好像每次在节目讲到安全都会是我来讲 有点见得这个节目的安全把关 那我就来称职发挥一下 看看这两个安全到底有什么差别 不过刚才关于你讲的很好 是现在很多选购宾士人都会想要一点 就是23P 我想要23P 是因为23P这个系统相当的丰富 它其实就是整合了目前 我们知道的Level 2的自动驾驶科技 那我来看一下 那洋洋沙塔这边其实从哪边算是23P的范围 其实它从智能定速测距辅助 一路到这个Preset Plus 主动后方安全防务 这主大了6到7项的安全配置 就是它23P的范围里面 那我顺便跟大家提一下 不只我们现在现场这台C63S 它是列为标准配备 其实从上个月呢 其实台湾B4也正式的发布消息说 目前他们旗下的C1 S 这三个车系呢 都已经把23P列为标准配备了 所以也是依照我们台湾市场的需求 提升了他们的安全配备 这样子 好 那到底23P里面有什么厉害的东西 我觉得应该最主要是这两个 它把这个智能定速测距辅助 跟智能转向辅助器 列为一个叫做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也就是我们熟认的ACC 那它比较厉害的是 它可以在时速210以内完全的作动 它在定速的前提上 可以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 而且它透过这个多功能的立体 摄影机能 它可以判断路上的前车 或者是它的道路标线 自动去跟前面的车辆 做安全的距离辅助以外 它也可以照着这个路的幅度 小幅度的做转弯 所以它是一个很聪明的系统 那除此之外有很多像是 它们很有名的PreSafe Plus 主动后方安全防护 也就是说它忽然发现了 如果后车有撞击 追撞的可能 它也会自动的帮你把安全带 先预警塑紧 那也会自动的帮你把 这个车窗该关的都关起来 然后把你刹车加压 避免撞击之后 车辆会造成紧追的危险 这个都是在这个系统里面 还有一个我们看到 主动盲点辅助含离车警示辅助 离车警示辅助 我觉得这一点在台湾也很方便的 就是说 也就是我们不小心开车门 后方的来车 你没注意到了 它也会通过这个系统提醒 所以这个23P这个项目里面 其他就是它目前 其他的一些主动安全配备 像这个360度环境顺影 还有相当有名的驾驶力 驾驶注意力辅助系统 其实这些配备 都是可以让整个C63 不只开得开心 也开得很安心 好 那我们跟这个M3比起来 是因为M3 Competition 必须要帮它讲的话 是虽然说它的主动安全配备很少 但是因为它是目前 上一代车型的末代车款 最新世代的37C 它的M3还没有推出 所以在这个主动安全系统上 当然就会有落差 这是必须跟消费者所了解的 虽然我们看到 BMW M3 Competition 它在这个主安的配备上面 稍微的不是那么的丰富 不过它也是许多性能车迷们 相当喜爱的车款 我们就请坤诚哥 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 刚才我们爱意大介绍的C63 然后我们现在要介绍这部 它的十对头 就是BMW M3 Competition Package 那这个为什么有一个Competition Package 就是这个概念有点像是原厂改给你 原厂就本来的M3 然后再多一些改装套件 直接改给消费者 竞技版 对对对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从现在看它的车头 它车头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你看水箱护照 水箱护照它用了一个高光泽的一个黑色的 然后双格栅 然后双盛型的一个水箱护照 所以是跟一般的M3不太一样的 就在这个地方水箱护照 所以因为Competition版 它才用这样的一个材质 高光泽的黑色的这样子 对 然后再来头灯 你看头灯它也换上了全新的六角形的造型 这种主动式LED头灯 对 然后再来夏七八 你看夏七八比较大 超大的 有 两个夏七八 就表示说它真的是竞技版 而且是性能款的 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来看它的车侧 好来 车侧你看 其实车侧也是几个重点 最主要我们先看这前叶子版这边 前叶子版这边你看 首先我们看这个胎圈 然后这个胎圈 它这是锻造式的20寸 星幅式的一个胎圈 然后它的质量会比较轻 你看它还蛮大的 有幅度 有幅度 然后胎是前后配的一个胎 然后再来我们看这个视觉 然后我们看这边这个 侧塞 对对侧塞 那侧塞一样 我们刚才讲它的高光泽 黑色的一个烤漆 也会出现在这边 所以怎么分辨 是不是Competition版 就是看这个高光泽的一个试板 对然后它这边呢 因为它这边还是有一个 它Air Curtain 还有它的Air Brass 它可以 这是实际有作用 不是装饰的 可以扰流的作用吗 它可以 这边可以降低 这个车轮的一些风阻系 对对对 可是观众哥我想请问一下 是不是M3 它的这个引擎盖上面 都有一个好像聋起来的 就是鼻翼 是这样说吗 对它引擎盖也稍微聋起来 因为它要装置那个是 直六的 直六的双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开个引擎 让大家来看一下 它的引擎到底是长什么样 为什么要中间 鼻翼也隆起来 好来 你看这个 我们刚才看到 艾大尔介绍 它那个C630的引擎式 那观众你看 你是不是比较喜欢 这样的引擎式 对 可是其实两种 有不同的设定 对对对 好我们先看 它这个是直六的 直六的双涡轮增压引擎 那它这具引擎有 450匹的马力 然后56.1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0到100只要4秒 0到100也是只要4秒 对4秒 那跟C630的Sedan一样 对 秒数是一样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最主要是 你看它这有个很 很漂亮的引擎 这个拉杆 它是碳纤维的 对 那最强化引擎式的 一个整个刚性 所以真的就是原厂 全部的改装套件都给你了 对对对 都把好料都加上去了 所以它这个引擎 而且你看它这个 因为它直六引擎 比较短一点点 它尽量会塞在前走的后面 那最主要是营造 它重心前后50比50 对所以它这个直六 会往这个前走后面塞 当然除了这个动力心脏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看点之外 其实在车内有一些特别的设计 我们一起到车内来看看 好 我们看了竞技化的外观之后 我们来看这个内装 内装来 怪你你有没有什么感觉 第一个印象 第一个坐进来是 我的臀点比较低 然后我眼前看到的 驾驶视野就是满满的引擎盖 是不是 没错没错 刚才其实C63完全不一样 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你视觉的感受 是不一样的 对 怪你讲到一个重点 臀点比较低 我们就看到这个新的座椅 这是Competition Package的一个 专属的座椅 所以跟一般M3 所配置的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它连头枕是一体式的 对 然后两边腰部两边 对 然后还有整个背部的支撑会更好 对 对 然后最后它等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椅的造型 它后面有两边是镂空的 有 镂空 三热吗 对 最主要是三热 最主要是要轻量化 所以它也强调说这两张座椅 换上这两张座椅 它会再更整个车重会再有帮助 它轻量化更好 也有助于操控 没错 那在前面的配置的部分 包括它的跑车化的方向盘 没错 我们看仪表板 仪表板除了这有这个M的背景之外 你看它的 它的红线转速 红线转速是7300转 所以你可以知道它是一个高转速 然后比较跑车化的一个引擎 它红线转速真的还蛮高的 7300转 所以可见你可以用的转速范围非常非常的广 那我们再看 有关于你看对驾驶者 这个有比较直接碰触到这个方向盘 这方向盘是NAPA的真皮 厚实的一个包覆感 对 然后质感非常好 然后它你看有蓝红的缝线 有没有 这是Empower非常标准的颜色 没错 然后它有一个换挡波片 而且换挡波片比较大片 对 然后它所以你就可以很快 就可以很直觉的 很旧手的可以快速的去换挡 但我发现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刚才我们介绍C63的时候 比如说它是为了有一些Sport模式 它在两边的地方可以多切换 现在多了一个M1跟M2 在左手边的方向盘上面 那是什么呢 这也是有助于你可以自己个人化的设定 比如说我M1我是可能是要很进气化的 我的引擎设定是Sport Plus模式 然后悬吊会比较硬一点 然后整个变速向的反应会比较快 然后在整个过弯矩子 它的悬吊的一个扭力的侧向 一个侧向的一个悬吊的阻尼 它会设定比较硬一点 你可以把它升一代M1 那你说我回到市区 我平常要开的话 我希望稍微再降低一点 然后舒适一点 我可以把它升一代M2 所以它是一个快捷键 所以你要跑苏花公路 或者是你要跑阳明山的话 就可以做M1 M2的设定 没错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中控台 中控台一样你看 它为了要营造这个比较禁忌化 所以你看这个 一样有卡碧碳纤维的示板 然后一样它有一个高光泽的黑色 但是这是钢琴烤漆 所以质感非常细腻 然后整个音响 不管是音响还空调的区域 它还都叫一个镀铬的 一个消光的镀铬式框 所以整个可以跟你说 它除了在给你禁忌化之外 必然到原有的那种豪华质感 它还是一样都会保持住 所以其实是 在这个集聚当中 每一款车它的设定 基本上都不太一样 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 兵士的C63之外 还有这个M3 在市场上面属于豪华集聚的 这个性能跑车 还有哪些其他的选择呢小叶 我们说到购买就是一个比较新闻 所以看到这四台车 一字排开相信大家要热血沸腾 然后这四个车型可以说 是目前跟C-Class一样 它是同期聚的对手 我们来看一下这四台车 虽然说它们是同期聚对手 可是你可以发现 动力配置真的是各有巧妙不同 你可以发现这四个车型 所搭载的引擎型 是可以说是四种版本 都不一样 对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你看它有直列六缸 它有V6 它有V8 那V8还有分 有涡轮增压跟没有涡轮增压 所以说呢 代表说每个车厂在追求 这种高性能动力 其实有各自不同的见解 对好那刚才我们听了前面这两台车型之后 我们来听听看后面这两个车型 这个两个车型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Lessus RCF4 到现在这个时代 还有在坚持V8自然经济的车厂 真的不多了 当然我们现在都是走向 比较小引擎化 增压化的系统 这个大排气量的自然经济 还是有它的特性 比如说是那种 比较澎湃的声浪 比较线性的输出 但是呢 在现在整个科技的进步下 你看光是这个Audio RS 它在V6 3.0升也可以做出一个蛮漂亮的动力数字 对对不对 马力也差不多 没错 但是当我们讲到最大马力的时候 毫无庸置疑就是C63S 它还是力压 对不对 计压群雄 510匹的最大马力 搭配了这个九出手自排之后 这个3.9秒的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现场来到 它是四门的车型 它是Stand 所以它其实0到100 在相同的数据上 它会是4秒的表现 相同的动力输出的话 它会是4秒 那因为这台我们图示 它是Coupé的车型 所以它在Coupé的C63S方面 0到100会是3.9秒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还蛮特别的是 在这个0到100的加速 你看 它的就算它是后轮驱动 它还可以跟 一样是四轮驱动的这个RS5 它可以一样的3.9秒 代表它整个在动力的调效上 其实也是有它的特色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